Hello everyone,Welcome to Vivian's Class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回到R33网校,回到Vivian的课堂 那么昨天呢,Vivian已经和大家来探讨了我们的动词的实态 第一种叫做一般现在实态 那么今天Vivian要和大家进入我们的Lesson 14 动词一般过去实态 好,首先第一个问题 一般过去实的定义,你知道吗? 什么叫一般过去实态 我们一般说,动词的一般过去实呢 表示的是过去某个时间发生的动作 或者是存在的一种状态 那么它强调的是什么? 是过去某个时间发生的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 I met my classmate last night 意思什么意思? 昨天晚上我遇见了我的同学 那么遇见这个单词 这个动作是不是发生在过去时间呢? 哪个过去呢? last night 好了,那大家去如何分辨 我们是否要用到过去实态呢? 我们关键就是这一点 叫做时间信号 表过去的时间信号 那么我们首先今天要掌握的第一点 就是过去时间信号 你知道有哪些? 第一大类就是有关于这个last last表示什么意思啊? 表示上一个 那么有一些这样的词哈 last year叫什么? 去年,对不对? last winter表示上一个冬天 last month 上个月 last week 上个星期 last night 还有什么? 昨天 晚上 OK 所以看到这种last的一些词组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的动词明显就是发生在这么 发生在过去某个时间段了 那碰到这样的词 我们它的实态就一定要用到一般过去实态了 那么等同于last呢 还有一些哪个词呢? agore这个词 OK 好 比如说 two years ago 什么意思? 两年前 对不对? three months ago 什么意思? 三个月前 以及one hour ago 一个小时之前 那么这个ago 但凡带有ago这样的词组 我们就把这样的时间定义为发生在过去的时间 所以它的动词的实态呢 也要用到一般过去实态 好了 还有一些呢 就是表示明确 好 表示的是过去实态的词 有哪些? 比如说第一个单词 yesterday 什么意思? 昨天 好 那还有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什么意思呢? 昨天的前一天 什么意思? 就是前天 对不对 还有in 1990 OK 表示的是1990年 那明显就是一个表示过去的时间了 in the old days 在什么? 古老的时候 OK 这也是表示明确的 表过去的时间 碰到以上这样的时间过去信号的时候 你就要特别的小心了 它的实态就不能够用一般现在实态 而要用到什么? 一般过去实态 好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 呃 怎么样去做这样的题目哈 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看到过去的时间信号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 一定要用到一般过去时是不会错的 但是如何去做这样的题目呢? 看一下 用动词的正确形式填控 在这样的呃 12345题当中 我们都可以找到表示过去时间信号 很好的词 对不对 第一个 yesterday 第二个 last Sunday 第三个 two years ago 还有什么 last Halloween 还有什么 nineteen ninety OK 所以是这样的词 我们都知道 要用到一般过去时 但是如何用我们括号当中 给出的动词 它的正确形式填控呢? 这个我们可能会有一点点的 小小的困难在这里 没关系 在课前呢 我们先不用对这样的题目 进行一些讲解 在我们把知识点讲完之后 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些问题 是不是觉得豁然开朗了 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 今天要记住你们的任务 就是动词的一般过去式 我们上段课讲了 动词的变身 它碰到我们什么 一般现在时态的第三代生 但是主义的时候 它会要发生一个大变身 变身什么? 单三式的形式 好 今天动词的第二个变身 变什么? 一般过去式 如果你的这个动作是发生在过去的时候 那么这个动词是要变成相应的过去式的 这是它的第二种变身情况 好 首先我们先从一般情况下来说 在一般情况下 动词如何变身成为它的一般过去式 直接在词尾加上ed就可以了 记住是咱们的ed ok ed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例词 ok 首先look 后面叫什么 ed want wanted very good 那么一般情况下 肯爹紧随而来的就是不一般的情况 那么第一种不一般的情况 以不发音字母意结尾的单词 那么怎么样去变呢 可能有些比较聪明的同学 马上就能想象到 来老师 那有e 那是不是这边的ed 我们这个e就不要了 非常棒 那么词尾就去掉了e 加什么 加上一个d了 因为它有一个e了 所以像这类的词号 live 还有什么 lift 以及like like 都是在词尾加上d就可以了 好 非常简单 那么看到我们的第三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 以我们的辅音字母 加上y结尾的 你会想一想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记住好 一定是要辅音字母 不能是原音字母的 我们从上堂课的 单三式的变化规则当中 我们可不可以顺藤摸瓜的来 呃 想象一下哈 这个会是怎么样变 是不是也是变y为i 再加上ed呢 对了 这个就是非常好的 所以看到这个单词 study 学习这个单词 学习这个单词呢 是以辅音字母d 加上我们的什么 加上我们的y 哎 结尾的 所以变y为i 加上ed 那么这个fly 同样的 变y为i 再加上ed 非常好 好 这是第三类情况 那看到我们的第四类情况 末尾只有一个辅音字母的中毒 必因结 动词 好了还记得什么叫做中毒必因结吗 想啊 回顾啊 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第一堂课当中就已经讲到了 那我们今天要回顾一下什么叫做中毒必因结 哈 所谓中毒必因结就是以原音字母加上辅音字母结尾的中毒因结 记住了 它其实就是原音字母加辅音字母而且只能有一个辅音字母哈 它结尾的这样的结构的词 我们怎么去变呢 双写这个辅音字母 然后加上一个ed就可以了 这样的词我们有这一个哈 stop 停止 stop ok 那么这里看一下它是不是一个原音字母 oh 加上一个辅音字母 p 对不对 以及它只有一个辅音字母结尾的 那么双写这个辅音字母p 加上一个ed就可以了 要非常的注意点哈 好 它的第二个单词呢 叫做plan 我们的什么计划的意思 同样的原音字母加上一个辅音字母 结尾的双写这个辅音字母 然后加上ed就可以了 所以这四类情况哈 也是需要大家去记忆哈 到后面我们这样的变身可能会越来越多 所以希望大家把这样的表格都要做好 时不时拿来对照一下 你会发现它其实有它一起小小的共通点的 比如说这个y号 一般就会变成i 然后在后面加上一个词尾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我们一个动词的大变身 那么这个变身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些动词哈 它的原型 当它如果是处于一个一般过去时的时候 那它的这个就要进行一个一般过去式的一个大变身了 好 记住了吗 那么记住的话我们就来实战操练一下 做一下这样的题目吧 写出下列动词的过去式 第一个单词我们看一下 plant 是不是种植 那么这个单词怎么去变 是不是一般情况下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加什么样的词尾呢 加上一个ed planet 对不对 非常好 那么第二题 play 这个单词是不是有点特殊了 是为什么 以原音字母加上一个辅音字母 y结尾的 ok 是以y结尾的 所以这个单词我们说什么 是要变y为i吗 no 因为为什么 它是一个原音字母 加上辅音字母结尾的 ok 所以这个也是属于一般情况 我们要用到什么 play 很多同学哈 你不要把这个y变i了 因为这是原音字母 不是辅音字母 只有当它是辅音字母叫y 它这个y才会变i的 明白没有 好了 第三题 dance ok 这个单词比较特殊 它是一个什么 一字母结尾的 所以它的过去式呢 非常简单 直接在后面加上一个d 就可以了 dance ok 好 还有一个第四题 我们看一下worry 这个单词呢 看到这个y了 很多东西喜欢这个y 那这个y前面 跟的是什么 跟的是辅音字母r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y 就可以变成我们的i 加上ed了 变成什么 a worry 对不对 变y为i 再加上ed了 好 第五题 ask ok ask 那么这个 是不是属于一般情况 对不对 所以我们直接在后面 一般情况 直接在后面加上一个什么 ed就可以了 ask 那么这个taste 跟我们之前哪个是一样的 跟这个dance是一样的 直接在后面什么 加上一个d就可以了 ok 能跟得上v变的速度吗 如果你能跟得上v变的速度 并且能够正确的把这些题做出来的话 就说明你对刚才我们说的那张表 有一定的了解 如果不行的话 那就课后再多下点功夫 好 好 那么我们说了一般的规则性的变化之后 就肯定会要附带的一些不规则变化 那么其实来说 动词的一般过去式 有非常多的不规则的变化 在我们的小深处英语当中 Villian将我们常考的 或常见的那些已经一举出来给大家了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把笔记给做下来 然后在课后的时候 花点时间去好好的去复习一下 强化记一下 因为这些东西只能是靠记 没有任何的办法的 ok 好 我们逐一的了解一下 好 这个单词意思表示是的意思 它的原型是and或者ese的时候 它的过去是什么 变成了was了 ok was就是必动词 必动词另外一个are 它的过去式是where ok was where 好 那么do do do ok 那么同样的它的过去式变成了did ok did have的过去是had become became ok 哪里会发生一些小变化呢 这是我们的字母o变成了我们的字母a ok 好 那么同样的一个come 来 过去是can 字母a right ok 去go 字母 完全发生了一个变化 对不对 变成了went ok 好 began 如何变呢 变成了began ok i变成了a right 读音也发生变化了began began ok sit set all right ok 好 give give 同样的这两个单词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字母a变成a了ok 三个单词是一样的 好 get got 我们这个单词在上课已经了解过了 好 好 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个过去式好跟vivian来一遍 第一个 was where did had became can went began set gave got ok 当然了这些还远远不够好 我们再来看一组好是不是很多好 没关系我们一一的来了解一下 my by 变成了bought 变成了有一个很短的单词变成一个长单词了ok teach taught say sad see sore make made feel filt sleep select 好 这两个单词呢它有它的共同点你会发现没有 它的ep后面直接变了一个e然后加了一个t在这里了ok 好 keep kept spend spend 变地为t了alright 好 run ran sing sing ok 好 所以这类的单词哈它的不规则的变化呢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料 所以你只能通过去记忆了 那么这些就是我们经常在考试当中小声出英语 考试当中或者说做题的过程当中会要看到的这一些的不规则变化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那么还有几个单词需要你们去强化记忆一下的就是这几个单词 它的原型跟它的过去是是一模一样的ok 好比较可爱对不对 所以这个单词哈第一个单词的fun我们叫做put 它这个单词呢它的过去式呢也是put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 还有切cut 它的过去式也是cut 好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读哈阅读这个单词 它的原型呢我们读音叫做read 那它的过去式呢虽然它的这个没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它读音会发生一些小小的变化 从read变成read ok长语音变成at的音ok 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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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你在做听音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要强化去听一下 它到底是读的read还是read 可以来分辨一下它的实态的 好了还有一个单词就是let 叫做让还有很著名的首歌叫做let it go 对不对就是这个let 它的原型跟它的过去式是一样的 ok刚才vivien所讲的那几张表格呢 希望大家都能够认认真地抄写在笔记本上面哈 呃强化的去记一下 只能靠记没有办法 但是记住了之后呢 你会发现做题目是非常非常的快 而且证据率非常非常的高了 好我们首先看一下哈 小练一下 看一下这样的题目 写出下列动词的过去式 首先第一题 it和an 我们就直接是what对不对 r就变成了where 那么drink a变成了drink ok go went 以及make made eat 变成了ate put 原型 ok put 所以这样的单词哈 不规则变化 如果你能够记忆出来的话 那么做这样的题就对你来说是so easy了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些这样的题目 用动词正确形式填空了 第一题 he 怎么样seek yesterday 我们刚才在课堂之前我们就说过 yesterday是一个表示过去时间状态的 所以肯定是一般过去式 那么我们就只用写到b动词的一般过去式是什么的呢 它有m is r 它有两种 要不就是was 要不就是where 主要是看它的主语是谁 主语是he 所以我们要用到什么 was right 好了 第二题 they visit their teacher last Sunday 上个星期天 他拜访了他们的老师 所以说上个星期天 visit肯定是发生在过去 要用到一般过去式 那么visit的很好写 就是一般情况下的 时间加后面加一滴就可以了 visited ok 第三题 she lived in Beijing two years ago 两年前他住在北京 那么住这个单词 它的过去式是什么样子呢 以我们的一结尾的这个单词 是不是 我们直接在后面加上一个d 就可以了 lived in Beijing two years ago ok 好 第四题 we怎么样 a party last Halloween 首先这个Halloween 大家知道什么样节日吗 叫做我们的万圣节 这是Vivian非常喜欢的一个节日 last Halloween 我们在上一个万圣节 有了一个什么 有一个party 那么这个have的过去式是什么 它是一个不规则的 还记得吗 是我们的had ok we had a party last Halloween ok 第五题 I怎么样 born in 1990 好 就是我在1990年出生 那么这个出生在1990年 已经是什么 发生在过去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b动词 一定要用到过去式了 那么用到和爱进行利用的b动词 过去式是什么 I was born in 1990 right 所以这样的题目 是不是我们在讲解了我们的一般过去式的大变身之后呢 对这样的题目是不是立马就能反应过来了 非常好 好了 Vivian在这堂课呢 将会要给到你一些建议 首先我们已经接受到了两个时态 一个叫做一般现在式 一个叫做一般过去式 那你要清楚的知道 这两个时态它的区别是什么 区别就是我们的一个时间信号的词 对不对 还有第二个 动词一般过去式的规则变化 你要掌握 第三个 动词一般过去式的不规则变化 你要去记忆一下 以及多做题目 多记忆别忘了将你的错题 记录到你的错题本当中 方便你们的复语 OK好 这堂课呢 我们就到这 那么一般过去式 你闯关成功了吗 如果你的答案是yes 那么Vivian和大家将会在下一堂课 与你相见 See you next time